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双蚁座 它是水岩树 它的模式是变动的 它是由海王星来主宰它的 它的象征及符号 双蚁座的符号是 两只朝着相往方向游去的鱼 其实鱼在游的时候 是没什么特定方向的 或许就像典型的双蚁人一样 他们必须选择往上游或是往下游 如果一个人经常使用灵魂、炙热或恩赐之类的词汇 往往会在其心盘里显现出强烈的双蚁座的倾向 许多人发现和双蚁座有关的特质及生命领域 都带有强烈的基督教色彩 基督徒把自己看成是遗夫 甚至用遗作为他们的象征 自我牺牲或是救赎者、信教及赎罪等等的概念 都是基督教的主要动机 也是分享疑或清洗耶稣的脚的故事的来源 耶稣和犹太人或义邦的人都能相容 包括寄女、乞丐、麻风病患及罪患在内 同样的 在最高层次映坐的双蚁人 也完全没有人与人的界限 他们不认为自己比那些精神病患 穷困的人、切乏教育的人或那些下层阶级的罪患要高等 双蚁座关切的是宇宙的整体性和普世性 虽然这些精神并不一定符合一般双蚁人的状态 但双蚁座在皇道的发展阶段 的确能教导我们宇宙万物的相依相生性 宇宙里的任何一个成员 怎么可能比其他的要高等呢 到了双蚁座的影化阶段 外在的严肃就不再那么重要了 譬如乞丐或麻风病患 只是外在的标签罢了 真正重要的是心灵的发展 而心灵的发展可能涉及因果力的平衡 包括过去是曾经发生过的事 以及此生早期发生的事 人的确可能借由治疗受苦的人 及承担自己的痛苦 来平衡过往曾经做出的伤害 换句话说 就是要偿还过往的重大业债 双蚁座和十二宫 也许和各种形式的奴役行为有关 而奴役和业债也有关联 因为当我们欠债时 被遭遇了讨债者的奴役 心盘里的双蚁座特质就像水彩化里的色彩一样 是彼此渗透的 因此很难说什么是纯粹的双蚁座特质 行星若在双蚁座也很容易被其产生相位的行星所影响 双蚁座不单是十二星座里最出城的一个星座 同时也是自我感罪不弱的 同样地 若在双蚁座的行星很少在星盘里占有主导地位 他们会被介入的行星能量牺牲掉 如同其他的变动星座一样 双蚁座也害怕付出承诺 有强烈双蚁座倾向的人通常是难以捉摸的 他们痛恨被明确定位 因此星盘里有双蚁座的部分 也不容易下定义 分类或采明 曾经有一位已故的美国专星家 曾在演讲中把双蚁人描述成 不是我 不是此地 不是现在 我们认为这是对双蚁座能量最完美的 总结 受双蚁座强烈影响的人 通常带有难以捉摸和充满着憧憬的特质 这类人一旦有了清晰的定义或达成了明确的目标 不是整地就溜跑了或滑走了 如果说保平人对自己的观点非常确信 充满着定见 而且坚持要找到真相 那么双蚁人所抱持的态度窃视 真相极少是标理如一的 他永远带来相反的一面 双蚁人的人生导向是拥抱而非排挤 双蚁人不喜欢下论断和勤求接纳的特质 既是他们的恩事也是他们的诅咒 从正面来看 他们的包容接纳和体系的能力 使得双蚁座成为防盗里面最有慈悲心和爱心的星座 就像他对面的处理座一样 双蚁座也有牵信和友善的倾向 自我感不强烈 意味着有强烈双蚁座倾向的人非常脆弱意感 从后面的角度来看 心盘里有强烈双蚁倾向的人 不但可能牵伐定见 而且可能意志力薄弱 容易受人影响被牵着走 牵伐强而有力的身份认同 能够使人变成极佳的演员 因此典型的双蚁人是非常能欺能深 容易进入角色的人 无我的特质也会让这类人愿意牺牲自己 那种无我何牺牲的特质 可以说是这个星座的正向体现 不过前提是必须带着截肢将这些特质活出来 基本上把自己奉献给某件事 某个人会把双蚁座最佳的一面带出来 但除非他者能够让这类人找到目标而落实下来 否则他们便可能像鱼一样到处飘游 不过总体来说 双蚁人并不会太欺旧 他们通常会逃避过多的责任 困难 粗糙的生活 以及令人生厌的事 双蚁座一项有点怠惰 因此双蚁人虽然意图良善 但是爱做梦和迷糊的特质 也可能阻止他们真的捡取嗅管去帮助别人 此外倾向认同受害者 也会让双蚁人扮演着戒毒治疗者的角色 或者是让自己变成麻醉皮的上瘾者 如果这类人的受害意识非常明显 那么不论他们在做什么 都会期待别人为他们完成这件事 或等着别人来营救他们 这是因为双蚁人一向对自己的弱点 或不妥之处 没有良心不安的感觉 这个星座的理想主义倾向 远远大过于现实倾向 这并不代表双蚁座无法实事求是 这个星座包含了前面 是一个星座的种子 所以什么能力都有 只是双蚁人很容易问自己 现实有什么好 渴望和憧憬是双蚁特质的一部分 失望、幻灭和自怜则是另外一部分 那些有强烈双蚁倾向的人 对于后院里是我藏有小精灵之类的事 是最能持开放心态的 甚至很乐意假装他们的确存在 对双蚁人而言 星座的想法总是值得付出关注 身为变动星座 双蚁座的兴趣导向 也比较即包容性 因此对那个有关精灵的问题 他们的反应往往是 我们怎么会知道有或没有呢 或者我们有什么资格说他们不存在呢 这个星座的开放态度 既是他最大的本权 也会让那些实际的人 为其冠上容易受骗和忽利浮屠的罪名 但是那些批评双蚁人的人 也可能丧失从想象或幻想中 获得真理及奇物的机会 我们可以说 防盗色星座都有其独特的创意 而双蚁人的确是其中的艺术家 因为艺术家就把他世界 反映给我们的一面镜子 映照出来 一种把真相反映出来的能力 可能是双蚁人最大的常才 双蚁人的想象力也伴随了 一种需要为某个情况 或某人着迷的倾向 舞蹈、诗词这类艺术的形式 是非常吸引双蚁人的 他们也可能具备这方面的才气 因为这两种艺术形式 都带有自然流露和表达的特质 那我们可以谈谈在大范围里面 在动物王国里 双蚁座显然掌管着一类的世界 可能也包括了海里的 普鲁类动物 如海豚、海狮、金蚁等 另外其他的寄生动物或植物 也可能受其管辖 那关于这个色彩、风格、品味的方面 双蚁人通常喜欢飘逸和舒适的风格 有时也没什么特定的品味 他们在服装和机家装潢上 并没有什么能特别加以描述的典型 某些情况下 这类人也喜欢豪华和异国风 还有在身体的部位方面 双脚使我们的身体与大地连结 而脚通常是由双蚁坐手掌管 从某个面向来看 我们的脚也是我们和灵性次元连结的部分 脚象征着谦卑 或者也可以看成是门徒为耶稣洗脚的心态 总之脚代表的就是双蚁人脆弱的部位 缺乏自我感受 会让双蚁人特别容易罹患忧郁症 或对酒精和迷幻药物上瘾 好 各位同学 我们双蚁坐就介绍到这里为止 谢谢 谢谢